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多月之久 瑞瑟香文丹佑国内外市场是交易火落 而曾经拿下五届文丹佑评鉴金牌奖的农民朱阿宗 这一次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文丹佑卖到了新加坡去 而高龄80多岁的朱阿宗说 种植文丹佑将近20多年 头一次外销到国外 对自己的文丹佑品质深感骄傲 从农将近20多年 头一次将自己栽种管理的文丹佑卖到新加坡去 高龄85岁的朱阿宗既兴奋又紧张 从挑选到包装亲自盯场 要以高品质的文丹佑来征服新加坡的消费者 这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得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面子 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是挑选特别最优的文丹佑能够出国 从教职退休后 就投入文丹佑栽种管理的朱阿宗 凭借着好学精神 跟着老农夫的经验 以及农改厂的辅导 用心栽培管理 生产出超水准的文丹佑 也曾拿下五次的文丹佑评鉴金牌奖 这一次头一次外销到国外 朱阿宗也深感骄傲 因为文丹佑能够在11度以上都算不错的 而且我这个是33年的老长 所以每一克甜度都差不多 最少还有12度以上 所以我这里能够达到13.5度以上 所以非常甜 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细致 非常甜美 日志强文丹佑今年产区的产销热落 文丹佑产销第七班班长朱阿宗 种植1.6公顷 产量将近有7万多台金的文丹佑 除了是三分之一 国内企业厂商等老顾客订购 今年外销新加坡的数量也占三分之一强 而剩下的三分之一 朱阿宗笑着说 就留给国内的消费大众来品尝 记者是玉兰瑞瑞税采访报导 阿宗笑着大众